这个检联侦办金华城案 持续有重大的发展 检方暨升压威金集团主席 沈庆金台北市议员应小威 三人获准之后呢 为了追查民众党主席柯文哲 在台北市长任内 提高金华城容积率 到了840% 涉嫌土利威金集团 获取上百亿元的利益 30号一早呢 这个检联是兵分七路 搜索柯文哲的住处 柯文哲办公室 以及前台北市的副市长 彭震生住处等地 查扣了电脑 以及相关的账户资料 并首度依图利罪的被告身份 传唤柯文哲道案说明 另外以证人的身份 传唤了柯文哲的太太陈佩奇 协助比对柯文哲的金流 旺报消息带来关注 美国白宫国安顾问苏利文 在29号呢 他在美国驻华大使馆 举行了记者会 苏利文表示了 美国副总统贺锦丽 对中政策上 跟总统拜登是一致的 他们都认为 保持高层的沟通管道畅通 有助于避免美中竞争 转为冲突对抗 并强调一中政策之下 在维护台海和平稳定上头 发挥重要作用 未来也将持续对台军售 政治话题 无色觉醒超越蓝绿白 人民要过好日子 最新消息 根据了解 柯文哲移送北检赋讯之后 有提出拒绝夜间征讯 检察官是当庭逮捕了柯文哲 后续会将法院来申请提审 柯文哲的委任律师 这个郑申源三十一号 受访表示 因为这个时间很晚了 主席没有办法接受 这样的讯问 因此主张拒绝夜间征讯 他有他的考量 那么检察官认为 不能够让这个柯文哲离开 所以就当庭逮捕 后续会跟台北地院 来申请提审 由法官确认 这个逮捕是否合法 大家都说我变漂亮了 其实是气色好 肌肤保湿做得好 气色自然漂亮 我选择KS皇家呵护 颅慧保湿舒缓凝胶 因为他用国际颅慧协会认证 高品质的库拉索颅慧 还有大量的粘多糖体 类似于玻尿酸 可以帮助锁住皮肤水分 让肌肤长时间保持水嫩 还运用TTS技术 增强颅慧的生物活性 修护舒缓日晒后的各种不适 KS皇家呵护 颅慧保湿舒缓凝胶 帮助您随时拥有水润肌 好气色 呵护您 呵护全家人 专属你的KS Loyal Care 以上星期是 终于玻璃 阅溾铁 相信 入店 在玻璃 转眼 时 凝费 缴